接下來要跟各位說的叫做力的三要素 力是一個向量 向量的意思就是說講到這件事情要講到方向 要向量 然後我們國三就會學到什麼位移式向量 速度式向量 那個時候我們會很要求你要講出方向 在這裡我們通常沒有那麼要求你要講出方向 但是你還是要搞懂 這個力是向上的還是向下的 向左的還是向右的 因為在計算過程中需要能夠判別 我才知道該要相加還是該要相減 那麼力有三要素叫做大小方向勢力點 OK 我今天一拳K過去K到一個人 問題一K的多大力叫做大小 第二個我是左勾拳右勾拳還是直拳 這叫做方向 K到哪裡 如果K到某甲跟K到某椅的效果是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勢力點很重要 所以我們力有三要素叫做大小方向勢力點叫巧得 然後那我想要把這個力表達出來 我有什麼方向要表達 我用一個箭頭 我用一個箭頭來表達我的力量 我會帶有箭頭的史號來表達 那麼這個史號就要能夠表達出我的大小方向跟勢力點 大就是長度 長度就是要大小 然後呢 你可以不用針 我們實際做的時候 我們平常做的時候沒有針的照比例 一公斤重是一公分 那兩公斤重就要兩公分 但是你不可以太誇張 你畫了一個五公斤重只有一公分 然後呢 畫了一個兩公斤重有兩公分 不行 你不能夠畫到離譜完全錯的地步 就算沒有照比例 至少你要知道力量大的要比較長 力量小的要比較短 至少要這個要對 所以長度呢 代表我的大小 然後呢 那個頭就是我的方向 所以這個圖上也就表示說我的施力向哪邊 施力向右 我的施力向右邊 施力向右邊 就是我的方向 然後呢 尾巴就是我的施力點 尾巴就是我的施力點 好 但是我們平常在畫的時候 我們沒有完全照比例的畫大小 但是不能夠太誇張 那方向一定要對 向上就要朝上 向下就要朝下 可是施力點我們經常是不管的 隨便的 比如說我們說這裡有個東西 受一個向右的力量 我們通常會這樣子畫 我們通常會這樣子畫 因為這樣畫看起來很明顯 就是受力就是向右 然後呢 再推過去 但是如果你要挑剔的說 這樣的話是錯的 這樣畫是錯的 為什麼錯的 因為這個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這個圖的意思是 我是這樣子施力的 東西在這裡 我 我是這樣施力的 我是這樣施力的 OK所以你如果挑剔的說你這樣的施力臉就是這樣 還是你的施力臉就完全不對 那你應該要這樣子畫 可是這樣畫很醜啊 這樣畫很醜啊 感覺很難看 而且如果左邊一個右邊一個就會打架啊 打架那你這樣畫就不會打架啊 這樣畫就不會打架啊 所以我們施力臉通常不挑剔 懂意思就好了就是這樣C就好了 但是方向一定要對 該向上就要向上 該向下就要向下 那長度呢 就算不照比例至少大的力要比較長 小的力要比較短 那這樣對我可以就是告訴你 力的三要素這是一個重點 記住力有三要素 哪三要素大小方向施力點 然後我如何表達 我用一個箭頭來表達 長度代表大小 箭頭的頭的位置代表方向 尾巴代表我的施力臉 這就是我們的力的表示法 跟力的三要素OK